救援人员假梯登上民宅二三楼高的地方 破窗准备进入 因为传出有人受困电梯里 人员顺利进入后开始抢救工作 电梯门终于打开了 受困民众虚弱的摊在电梯里头 等待救援 16号缓间台南北区这处透天别墅 传出了夫妻受困自家电梯里 会被发现是女屋主的妈妈 迟迟联系不上刚从欧洲旅游返家的女儿 到家中查看却没人来应门 还不断听到有求救声 赶紧报警求助 根据了解透天别墅是十几年的房子 14号晚间夫妻俩疑似上楼洗衣服 没想到电梯却故障了 两人受困了两天 还好被救出时夫妻俩虽然有脱水情况 不过意识清楚 电梯受困意外平安落幕 华氏新闻刘汉生台南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